堆積如山的待辦事項 上班族眼神死努力付出想辦法好待遇 但心情不給力 不過隨著政府當領投揚 軍工較渴望明年調薪3% 基本工資也有望一起漲 反正政府怎麼做 就企業跟著將是比較好 漲對大家都是好事啊 對啊 而且現在疫情關係 我覺得大家都還蠻可憐的 歷年來軍工較人員曾加薪5次 分別是88年 90年 94年 100年和107年 若明年有望調薪3% 人力銀行調查 會有28.6%的企業考慮跟進調漲薪水 如果是針對基本工資調整 則有59.2%的企業考慮 跟進調高正值的薪資水準 我覺得即使薪水漲了 但是民生用品也感覺會一起調漲 這也是大家會擔憂的事情 消費歸消費 收入歸收入 你只要不花那些錢 錢就是會留下來 基本的支出還是會維持差不多吧 縱使企業願意跟進 但人力銀行的報告顯示 高達9成勞工認為物價會跟著漲 因為一旦企業有工資調漲的預期心理 產品的售價也會隨之提高 人力銀行認為想光靠軍工教調新效應 帶動民間企業跟進並不容易 未來政府當了領頭羊如何再提高企業 跟進意願 薄弱 簡體效益 值得深思 現在的新聞就關於蔡春齊 臺北報導 這一段